年仅23岁的新位设计师兼画家的李庆 为基隆市议会设计新款的伴手礼盒 宇都飞行 把自己亲自为市议会绘画的基隆36景作品 也就是俗称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图 直接作为伴手礼盒外包装图案 可以让外宾快速认识 作为宇都和港都的基隆人文地景特色之外 内装礼物、随行碑的意象 更可以行销基隆市是一个饮品咖啡的城市 礼盒外包装还可以变身为随行音箱 非常有创意 那其实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个礼盒来 传达我们基隆的一个咖啡文化或饮品文化 那希望用我们刚刚介绍的基隆36景来做应用 那这个礼盒里面就是有附赠我们一个 有德国计设计奖项的后令杯 是用一体成型的方式来设计 然后是非常环保的 也非常美丽 然后我们还有附一个我们基隆市议会的 logo的徽章 然后还有附赠一个36景的小卡 那希望说让外宾来可以收到这些礼品 是感觉到台湾的设计的力量 然后感觉到可以有一个市议会的一个象征来做纪念 那这一个礼盒本身 它除了装载我们的设计物以外 它本身也可以做一个变身 然后变成一个随形的音箱 那就是说我们去贯彻我们想要传达 想要宣传基隆的咖啡文化这件事情 因为咖啡文化音品文化它不只是一个饮用的行为 而是它是一个氛围 是一个放松 relax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音箱之后 大家就是采用我们里面的随形杯 可以喝自己喜欢的饮料 还一边听着喜欢的音乐 那我们就希望说让这个余都飞行 这样的心意可以传达给外宾 议长佟子伟表示 新款的基隆市议会伴手礼盒 有英文版和日文版两种 赠送外宾之后 外部包装和内部礼品随形杯 也会引起外宾的兴趣 让市议会更有机会介绍基隆 这个城市的历史发展和人文风情 很开心其实我们基隆 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 那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发挥自己的专长 然后又可以有这个 让我们议会的外交 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拓展 那也让我们的外国 或是其他县市的旅客 或是好朋友们可以了解 理解我们的基隆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 随心杯又可以介绍我们的咖啡城市 那我其实已经 因为我们有日文版跟英文版 其实我们已经送过几次外宾 那外宾通常都会问说 为什么送这个杯子 那为什么 我们是咖啡的文化城市 所以我们就很有一个机会 继续的拓展下去 我们的这个对话 可以介绍我们的基隆城市发展 从过去到现在 四百年来的历史脉络 跟文化底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 然后最重要的是 盒子也符合环保的概念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一个赠送外宾的一个外交礼物 同志为肯定也感谢李庆 为基隆市议会设计这款 带有文创风味 又能展现基隆特色的 独家伴手礼盒 对于市议会协助拓展 基隆市的城市外交 更有着有形和无形的帮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